第六季的剧情还剩下最后一集 随着剧情的深入 隐藏在背后的谜团全部揭晓 原来这一切都是李星云和张子凡的布局 两人从一开始就玩起了李英外合 看似分道扬镳 实则心心相应 袁天刚领和饭只是一个开局 而后李星云和张子凡被迫入局 从结果来看 无论是张子凡瞎眼 还是李星云换星 甚至到张子凡冒充李四元称帝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张李的完美布局 为了拯救天下苍生 两人绞尽脑汁也想不到合适的办法 无奈之下 两人变成了执欺者 看看谁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第一盘棋局对决中 李星云代表袁天刚 想要霸道的方式平定天下 而张子凡代表李春风 想要天道的方式匡扶天下 只可惜 最后还是一盘死棋 因为袁天刚和李春风争执了几百年 最终也没有奋出胜负 下棋过程中 最大的霍乱有三个 首当其冲肯定是李四元 李四元有着狼子野心 他的目的只为登基称帝 其次就是不良人 因为李星云的所作所为 已经变成了不良人心中的敌人 虽然不良人会对付坚果 但坚果是大 很难有所作为 最后则是墨北王后 按照张子凡的说法 墨北王很快就会被王后害死 树里朵才是真正的野心家 既然是一盘死棋 所以两人决定重新开局 而且以合棋的结果布局 按照老张和老李的说法 既然袁天刚和李春风都无法分出输赢 那么干脆就布局一般合棋 和其的目的只有一个 实现台面上的天下大同 如果要达到这样的目的 就必须做到攘外和安内同时满足 安内就必须阻止李四元称帝 同时阻止李四元厮杀不良人 因此这里有一个大前提 那就是身为天子的李星云必须死 如果李星云不死 不良人不会善罢甘休 而李四元也不会强行称帝 但张子凡却认为这样不妥 因为把李星云交给李四元的话 死的不仅仅是天子的名号 更是李星云的本体 所以李星云就想到了将臣 师祖的名号可不是吹出来的 只要将臣愿意帮忙 死一次也没有关系 因为将臣还能做到起死回生 这就是幻星的布局 说的直接一点 天子必须死 只有天子死了 天下棋局才能真正动起来 至于张子凡瞎眼这件事 可以说是一个意外 但也在李星云的预料之中 将臣局的张子凡的眼睛很好看 所以在和张子凡交涉的时候 将臣取走了张子凡的眼睛 在李星云看来 第一步是阻止李四元灭掉不良人 第二步才是救下不良人 所以一个全新的身份就诞生了 他就是心不良率天暗星 搞定不良人之后 攘外这件事就全权交给张子凡 他需要给自己重新树立一个形象 那就是拯救天下苍生的张天师 为了牵制墨北 张子凡决定拉拢石敬堂 这家伙虽然是李四元的人 但他却被李四元有意疏远 某种意义上来说 张子凡知道石敬堂是一个小人 拉拢他趁机接近墨北 这步棋必须走 至于张子凡称帝这件事 这步棋真可谓一箭双雕 无论是诸侯王还是不良人 他们都不愿看到一件事 那就是卖国求荣 李四元的表面形象虽然不错 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一旦弱点暴露 大家都会舍弃李四元 而这个弱点就是燕云十六种 得知李四元和树里朵的交易之后 大家选择站队张天师 既然站在张天师这边 张子凡称帝就成为必然的结果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 老李和老张的这盘和棋走是不错 从袁天刚自杀开局 到现在张子凡称帝 原来这一切都是早已不好的局